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要砍航班了 就不能飞了 所以让本来大家非常乐观期待的解封开始蒙成 所以我们来看新闻怎么谈 新闻谈到其实台湾今天是有非常大的利多 就是从7月14号以后 你如果回台湾坐飞机不需要再付PCR了 之前是你一定上机之前就要拿到PCR才能上机 他说现在不用了 照理说这是重大利多 但是在今天航空股并没有太激情的反应 最主要是现在有所谓的航空线的熔断机制 什么是航空线的熔断机制 今天这个船票是强过了机票 因为有这个营收的利多 你看长龙航还翻黑 今天有不需要PCR的利多 竟然长龙航空还开高走低 对 就说有一些干扰了 不过长龙的六月宇宙历史新高 刚才热腾腾的扬明也出来 有点意外 也是新高 387.1亿 昨天我们领先观察了长龙 我们提醒观众朋友今天长龙会长 今天我们再来看领先来看扬明 387.1亿就是月增14%年增40% 也很漂亮 好 但是航空是这样 就说他下个礼拜 又是7月14号 有实质的利多 就说这个我们要回国的 前48小时就PCR 这个影响很大 比如说我要去巴黎岛度假 听说巴黎岛只有一家医院做PCR 我去五天 我还花一天去做PCR 还在那边等几个小时 还要等这个报告 人家就不想出国了 然后更惨的 你假如PC出来是阳性 当地就被隔离十天 增加你那个旅游的成本 然后回国单周的路径人数 也放宽到数万人 而且包括转机 所以华航跟长龙航 可以抢转机的商机 所以照理说股价应该很激情 为什么没有 因为现在有所谓的航班熔顿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香港 香港规定一个航班里面 假如验出来阳性三到五个的话 这一班航线就熔断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都不能飞 所以你看东方航空 从澳洲的雪梨回到昆明 最近就熔断了四周 然后之前还有两周 等于七月份都是白做工 对不对 东方航空 好 再过来 我们去年有讲过 货运比较好 客改货 对不对 现在未来解封会客运比较好 又把它改回来 你知道吗 所以现在要货改客 你以为收改就改 不是那位置改 没有那么简单 改成货机的时候 再改回来要半年 一架要花0.4亿美金 花钱花时间 那也等 我告诉你更惨了 所以如果你现在货机比重很高 即便现在有客机的客人 你也不一定吃得到 看那倒不一定吃得到 因为你要时间改 我们看这个画面 这个是伦敦的一个机场 为什么 因为过去两年 航空宴不仅去地勤 还有机师 空屋员 都裁掉 要么他自己受不了离职 现在突然说来来来 有这么多的客人 说找不到人 你看那个机场 那个行李堆到这个 门口 人力荒 人力荒 我告诉你 台湾也是一样 对 人力荒 所以你马上要来 据说因为人力荒 英国航空被迫取消 一万多个航班 一万多个航班 因为没有人可以处理 北欧航空 也因为这些员工去罢工 他没人上班 竟然破产了 所以人力荒 在现在航空公司而言 也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但是这个趋势是挡不住 虽然有这些感到的因素 但是都一一可以克服 为什么 需求还是会常来 但是为什么现在 在短线上会传票比较好 因为马上就公布这个业绩 你看中央海控公布了上半年 大赚647的人民币 我们看一下长龙 长龙已经结算出来了 上半年的营收 它成长性这么强 你来看一下 第一季它赚了19块 所以第二季的话 有人最保 我觉得这个是保守的 故事7块 好 那整个上半年就36块 就超过了去年前三季是30块 所以长龙的这个获利能力 还是很好 股票反应 那现在 外资我真的看不懂 有那个看到70的 花旗看到70的 有最新出来 现在看到215看到208 真的 你这样215和70差多少 差了145块 对 怎么差那么多 我告诉你 长龙股价都还不到100 还不到100的话 报告会差100多块 这个是太扯了 那我应该相信谁呢 这个花旗看70 我们已经讲过了 我们来看一下 像摩根大通 我觉得摩根大通的知名度比较高 他看到208 他的理由说中央海控 第二季的业绩 这个我们知道 美区的谈判 塞港短期南铁 还有更新马斯基的航运的看法 亚洲货币的贬值 或者美国会对中国取消的关税进口 他讲的这些基本面的原因 好 问题来了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从长龙的现金减资 9月6号 我们来看公司在讲什么 8月中醒半年报公布了 很可能就上半年赚得快40块 然后根据这个规定 你9月6号要现金减资 9月1号的钱就要补了吗 对 今天我们去问长龙的谷物科讲说 9月1号以前 农券跟借券全数要强制回补 你来看一下 到昨年为止 借券卖出的话 有6万多张 农券1万多张 所以7万5的钱在买盘 对 那为什么 我8月中醒 这个财报他觉得 他自己觉得自己应该很好 然后只剩两个礼拜 到9月1号 这7万多张全部都补下 所以股价应该还会在做 好 我们看一下 为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长龙 其实我觉得现在大环境不好 所以大部分的股票除息都贴息 半导体联电贴息 TSMC贴息 联花科贴息 我就讲这三个重量级 但是你注意一下 长龙本来贴息 今天的收盘92.7 他超过90.5就开始填息 填息了 再过来我们看一下2609的阳明 阳明他除了20块 所以他的参考价是78.3 现在的股价是86.5 所以 也换句话说 这两家的货贵人其实在填息 对比 他跟那个半导体一样 承受大环境的压力 但是他相对的这个台质店 联电 联花客 他是在填息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除非大盘又全部下来 那这样的股票应该还是有 对 我觉得机会可能还是有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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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